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行愿 这个行字实际上讲的就是真见地 也就是说你的真正的理解佛法的见地 就是我们说见解一样 你行不到见地都没有用 你今天理解佛法 你要真正的去实行的 你说你这个人水巴什么都能讲 佛法的东西都懂 但是你没有一点像佛法 你没有去做佛法的事情 所以要做到这个 我们说行你才能谈到真正的慈悲心 所以因为慈悲就是无我 所以一个人能够慈悲别人了 感到别人需要帮助 感到别人很可怜 感到别人 非常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 你就是无我了 因为你想到别人了 所以我们讲慈悲 不是一个情 而是一个智慧 你今天能够慈悲别人 不是说哎哟他跟我感情好 我要帮助他 而是因为你有智慧 他是众生 我有功德 我要去行愿 去帮助他解脱 所以佛法大成道的慈悲是智慧啊 般若也是慈悲啊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般若智慧 大智大慧 就是大慈大悲啊 所以因为他慈悲 所以他会无我 你才能真慈悲 而我们有些人在人间 经常说我要慈悲你 你只要想到我要慈悲你 你就落于下乘了 也就是小乘了 不是你去慈悲别人 而是你自己的本愿 而是你自己的行愿 而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菩萨的般若心 来让你慈悲别人 这就是高尚了嘛 就像父母爱儿女那种 他不叫慈悲叫仁慈 仁慈 母爱 他不要代价 母亲对孩子好不要代价 那么但是呢 他是人道的父母的感受的这种爱 他里边有情的了 有情里边就会带有我相 所以叫我情我愿 所以叫情愿 我情愿 所以很多人讲话里边 我情愿怎么样怎么样 你有情了 你产生的这个愿力 就是人间的感情和愿力 这个我爱出发 所以菩萨的慈悲 不是我情愿 那是一种智慧 那是一种无我爱 而爱的东西 非我非非我的爱 又像是你又不是你 你说完全不是你发出来的爱 因为在你的心中啊 你说在你的心中 那么阿姆罗是地球意识的菩萨的慈爱 是你的吗 又不是我的 所以非爱非非爱 非我非非我 这就是我们说 你对学佛 对自己的境界变得越来越严格了 所以我们讲 行愿和行门都非常重要 行门就等于 我们找的一个方向去行自己的愿 那么如果一个人随时在静定当中 安静和安定当中 你要检点自己 平常要检点自己 要经常知道什么是修行人 你要想做什么样的修行人 是永远是永远严格检查自己的人 你是永远 关照自己的人 你靠别人盯住你 你就不叫观自在 你只有自己观察自己的行为 做得对不对 就是观察自己的行为 在不在你的本性当中 观自在吗 所以随时检查自己的心理的行为 和你的思维 不断地纠正自己的思想 检查自己行为的人 才是修行人 动不动脑子想 我这样是不是违背了 菩萨的教诲 我这样是不是不像一个菩萨 所以不要认为有一个方法 在这个世界上修行 哦 我用一个什么方法 我打坐多少天 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 师父 我念多少遍经 这个事情就会好了 师父告诉你们真话 念到你无我了 这个事情就好了 念到你已经自然地念了 这个事情就好了 没有一个事情说 哦 我吃多少药之后 你这个病就会好了 没有了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每个人身体的素质不一样 每个人承受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能量 也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说 哦 我打打坐就会好了 我打三年坐 十年坐 你不管打多少年坐 你打通什么经络呀 念个什么咒语呀 你没有到行门啊 你没有理解这个世界 你没有对佛法真正地放下 你怎么能解脱 你怎么能够变成无我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哎呀 看看这个人 哎呀 修得很好 我也要这样 对不对 那么慢慢地 打打坐了 慢慢地 我要打通经络了 慢慢地 我有学了很多佛法 拿出去讲讲这个 讲讲那个 你慢慢地就变成神经兮兮了 一会儿讲 哎哟 菩萨来了 一会儿马上说 哎呀 这个事情 哎哟 怎么样怎么样 哎哟 我有灵感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 有多少学佛的人 他们学到后来 为什么精神不正常啊 因为他们整天 以为自己是菩萨 整天想做菩萨 他又没有这个根基 又没有好好的行门 又没有证悟 所以最后灵性上升了呀 因为灵性就是 你喜欢什么 他就给你什么 然后你就接受了他 当你一接受他 你就跟他一样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骗子能够老得手啊 因为骗子知道你想干什么 他就告诉你 你只要这样 保证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所以你就会上当啊 你想赚钱 他就跟你说 你把这点本钱拿出来之后 我可以帮你赚更多的钱 最后你这钱就亏掉了嘛 所以你就污染了嘛 所以你都慢慢的时间长了 你就不正常了 脑子就不正常了 所以很多人就神经兮兮的 整天说人家 哎呦 你有病啊 哎呦 那个人有病啊 你去看好了 经常说人家有病的人 身上一定有毛病 师父开示的时候 我经常说 你们现在共修 多讲自己毛病 不要去讲别人的毛病 因为你们自己 制度还没度好了 你怎么去度别人呢 因为你讲别人毛病 你一定有毛病的 否则你怎么讲得出 人家毛病啊 就是你的毛病 所以要严格的自我修行 严格的反省自己 检查自己 关照自己的修为 你才能脱离啊 你以为你坐在那里 打打坐了 念念经了 放放声了 你以为就能成功了 不能啊 要有悟性的 要觉悟啊 所以佛字 在凡文当中 那就是个抉择呀 我们并不是靠着 禅坐 也不是靠着 放声许愿念经 那是全部合在一起的 在根据你自己的 精进啊 忍辱啊 禅定啊 般若智慧啊 他全部六波罗蜜 集中在一起 你才能成功的 就像一个人五官一样 你说你单单有眼睛 你能生活吗 你鼻子闻不到味道 你嘴巴不能讲话 怎么办 你单单会讲 你眼睛看不见行吗 师父曾经听过一个相声 说五官打架 五个兄弟 大家相互不卖帐 他们以为 耳朵说我听不见 你们能干什么事情啊 眼睛说 好了 我眼睛给你们看不见 你听得见也没用 嘴巴说 我不吃饭 你们就得饿死 我不说话 没人会理解你 吵得不得了 只有鼻子不讲话 那四个兄弟就问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讲话呀 你讲几句给我听听好了 鼻子就说了 其实你们讲了这么多 都没有用 我最重要 因为我鼻子一不通气 你们全部死掉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修行也是这样 靠着大家的努力 靠着你身上所有的佛性 你的因素 你学佛的基础啊 等等一切 你才能成就你的功德 宝山啊 所以很多人念了半天 学了半天 他功德没有成宝山 所以我们很多人 就是要有一种慈悲的心 而且这种慈悲 修到一定的程度 要上报四重恩 要下祭三土苦 大家知道三土苦都知道了吗 对不对呀 那么上报四重恩 就是让我们知道 每天提醒我们要做功德 我们学佛的人 都要随时随地 要检查自己 你今天慈悲了吗 你上报四重恩了吗 你看看看 你们四重恩 佛的恩你们报了吗 父母师长的恩你们报了吗 国土的恩你们报了吗 众生的恩情你们报了吗 你们生出来 一生给你们接生 就是众生恩了 很多人说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 你活在世界上 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成长的 靠的是众生 对你的帮助 你才能成长的 你一个人就是做出成绩 也是大家一起的 所以为什么每位菩萨 每位佛 他的成功 都靠着很多很多的众生 还有护法神啊 隆天护法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懂得活一天 就要感恩别人一天 都要麻烦很多人提供 生命和事物 还有很多的帮助给我们 所以博经三藏十二部都告诉我们 都在讲行愿 你一个人不行行吗 你一个人没有愿力行吗 所以六度万行啊 三十七道品啊 我曾经给法师都上过课 那些学博的基本都是在这些地方 所以了解三十英国 懂得六道轮回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从心理行为上 慢慢的改进自己 渐渐的你就会见地 自然就会越来越进步 就是你对事物的理解 对佛法的理解 所以我们一定要证悟 才能证果 每一个人心理的行为的改变 学佛之后很多人改变了 比方说打坐啦 念经啦 放生啦 许愿啦 他只要心形改正一天 你的定力 就会随之进步一天 你只要有这个愿力 我要改变 你每一天就在改变当中了 所以怎么样能够定得下来 怎么样从心形上去追求 去修心 如果你表面上打打坐啦 念念经啦 放放生啦 一路上去放生 一路上嘻嘻哈哈的 不懂得念经 你今天可能一车的放生 只是个形式 而没有改变你 所以很多人打坐 坐在那里半天 坐到脚都麻了 智慧还没开 天灵也打不开呀 所以要检查自己的灵魂和精神 比你任何的一些理解啦 比方说你今天做某一件事情 想开悟 那是不一样的境界 所以师父今天跟大家讲 重点就是见地修正行愿 三大纲要 这个纲就是行愿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愿力来了 你要去行啊 师父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位 全部都有愿力吧 你们曾经跪在菩萨面前 全部许过愿吧 行了吗 所以要行愿 你行到了 你的见地才会圆满 因为你去行了 你才会懂得这个真正的见地 就是见解 所以你的修正才会得到正果 所以在古时候很多人正果的很多 能够得到正果的 全部都是因为他们的行愿 所以希望大家学博人 好好的去行 在行上下功夫 你就离出离六道 越来越接近了 好 最后跟大家讲个故事 在古印度的舍卫国当中 有一位父亲非常辛苦 他独立抚养的一对兄弟 没想到这对兄弟感情非常不好 从小打打闹闹 谁也不让谁 一直像院街很生一样 他的父亲告诫哥哥 要慈爱自己的弟弟 哥哥就会顶嘴说 你看你多偏心 专疼爱小儿子 不喜欢我 父亲只好转而教育弟弟 孩子你要尊重长兄啊 没想到这个弟弟称心大气啊 跟他爸爸说啊 你不明是非 是哥哥霸道 有错在先 就这样 哥哥怪弟弟不懂事情 弟弟呢 怨哥哥不讲道理 那个两个人呢 都让父亲伤透了脑筋 也伤透了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 那么这个两个兄弟呢 一天天在长大 天天呢 抢玩具啊 争对错呀 长大之后 争田产 分家业 年迈的父亲 自己动不了了 知道也窜不了 管不了了 只能在边上 默默的流泪 祈求 奇迹能够出现 能不能有一个善知识 来教化 这两个 顽固不化的孩子 这一天 一位好心的邻居劝道 哎 你们兄弟两人 再这样吵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干脆到国王那里 请国王给你们 评评理吧 于是两个兄弟 满脸怨恨 为了不让对方 先声夺人 也就是恶人先告状 尽管烈日当头 他们使尽了权力 连走带跑的 跑到皇宫去 兄弟俩沿途 为了谁对谁错 一边往皇宫走的时候 一边相互对骂 争吵不休 就在两个人 气喘吁吁 口干舌燥的当下 正好佛陀 正好佛陀迎面而来 他们看到佛陀面貌庄严 徐步安详 他们因为不认识 他们因为不认识佛陀 顿时 哎呀 很庄严啊 肃然其境 两个人停止的争吵 一看见佛陀 脸上 身上散发出的 威德 把他们所射受 于是不约而同的 跑到前面去 问性和礼拜 他们还问佛陀的称号 就是我告诉你们 有庄严的法师 受人膜拜和尊敬 佛陀微笑地看着两个 因缘甚深的两人 因为佛陀一看见 这么两个兄弟 就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因果 他以柔软悦耳的声音 善巧的比喻 为他们当场就说了 称心的过患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这么恨啊 以后会有产生什么什么什么 不好 佛陀就直接教育他们 跟他们讲 如果你们两人放纵心中的贪婪 和你们的称心称慧 你们两个人心中 犹如有两条毒蛇和恶兽 在自己的心中被恶毒的失业 就是这种毒蛇的业体 所服食 你们不但内心的功德将会消失 而且还会被毒蛇的毒业所侵害 佛陀既然又为他们开演了种种的妙法 你看看佛陀多伟大 看见两个小孩子 小青年 佛陀停下来 在路上就给他们开始 所以我们要学佛陀多伟大 所以我们要学佛陀的伟大 兄弟两人呢 一直听佛陀讲 讲了两个人愣住 讲讲讲讲 有道理啊 智慧 智慧开启 烦恼消除 当下证得 阿罗汉的果位 所以很多人听师父讲故事的时候 经常想 古时候的人怎么这么容易挣得 阿罗汉果位啊 虚托还果位啊 他们怎么这么容易得到果位呢 古时候的人还是比较简单 古时候的人 他们脑子不像现代人这么的复杂 这么的奸 所以一旦想通了 很容易得到果位 看看我们现代人呢 你就是跟他说佛法 他都不相信 你就是跟他说正法 他也不相信 你说什么他都不相信 他能得到什么果位啊 所以这两个兄弟回到家之后 虔诚的向父亲忏悔 并且说出自己得到的姻缘 其实得到就是完全错误了 我明白了 年老的父亲听了之后 哎呀 欢喜的掉眼泪 心中的担子终于卸下了 然后过了不久 老父亲呢 命中舍抱 就是走了 爸爸也过世 爸爸过世之后呢 因为这个爸爸了 听了两个孩子这么好 他感恩啊 哎呀 感恩佛陀呀 他一感恩啊 他这种伐喜的感恩的善念啊 就往天上走 就往天上走 所以我跟你们说 走的时候那种感恩心很重要啊 升到天上 而不是像你们现在 别人迎你们到佛法了 还要做一个不满意 又一个不满意 要感恩啊 所以他的善念就升到天上 他为了感恩 佛陀的恩责 他来到佛前 啊 顶礼供养 佛陀在天上 为其说法 当下即正的 虚陀还果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人都是有因果的 你们不懂因果 并不是代表 就没有因果 人跟人的吵闹 嫉妒 烦恼 都是有因有果的 所以众生所结的 善缘呢 恶缘呢 生浅呢 都是你上辈子的 所以要把它 融入佛之大海 刚中 能够海纳百川啊 拥有宽阔的胸怀 就能善解人意啊 就能理解别人 放下自己内心的嗔恨 所以在人间 不论倾家还是冤家 我们都要彼此的 相互帮助 相互提携 互相的接引 有的时候 一个佛友提醒你一句话 会使你豁然开让 所以很多小朋友 很多学博的人 自己做错了 在忧郁当中 别人善意地提醒你一句话 可能就是菩萨 让他来提醒你 你就会转恶念为善念 转恶缘为善缘 化成缘为法缘 这是生命当中 我们学博最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修行路上 要多接善缘 我们才能一事修成 广结善缘 那是一种智慧 只有众生对你的爱 才会造就你 无限的慈悲力量 好 今天跟大家的 白话婆法就说到这儿 我们下次继续和大家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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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